就因东突厥斯坦人民是穆斯林突厥人 中国入侵者在占领的新疆维瓦自区东突厥斯坦 继续对积压在所谓政治教育培训中心的200万维瓦人 及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 进行强制性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教育 中国宣布将继续对从美国进口的产品征收关税 与换取美国向某些出口管辖区进口的额外关税 中国外交部宣布此举递极生效 哈通社报道 因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巴耶夫的邀请 乌斯别克斯坦总统密切尔约耶夫参加了 2018年7月5日至6日举行的阿斯坦纳20周年纪念活动 双方还进行了双边重要会谈 中国政府呼吁增加对该国有权在该国开展业务的287家外国投资机构的股票市场投资 只有韩国一家公司积极响应 其他286家公司并没有改变其立场 7月5日双利亚政府均和反对派武装消息人士表示 双利亚西南部德拉省的战事暂短停止了几天后又再次计划 因此双利亚反对派与俄罗斯方面重启停火谈判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